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最近公布一份针对移民和移民群体而制定的医疗指南 期盼提高各界对于移民人口医疗需求的认识 医疗服务人士以及移民群体都认为这样的指南都很有必要 记者王伟廉的报道 这份长达100多页的医疗指南是由150多名不同领域的医生和研究人员历经4年研究而成 而该团队成员之一的GreenAway医生指出 随着加国移民人口快速增长 包括家庭医生在内的前线医疗人员发现 由于缺乏对患者背景的了解导致难以对症下药 这份医疗指南指出移民社群的成长环境和饮食习惯容易感染特定的疾病 不该和土生土长的病患相提并论 这个论点也得到了在加国行医长达11年的逃杀医生的认同 亚洲来的像台湾文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这个大陆来的最常见的就是以心肝炎 但是我发现其他医生比如说中国人去看别的医生 别的医生不会理睬你的也不会跟你查也不会关心你 他就觉得一般的 事实上移民人口在加国寻求医疗协助的历程 经常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瓶颈和挑战 除了语言障碍之外 对加国医疗体系的不了解 也容易产生误会和纠纷 我们来到加拿大 没有很多机会 学习到医疗医生系统 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过程的经验 通常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会进入一些不断争 或错误 有时候我们去有病看医生的时候 往往讲不清自己的病情 而且对诊断 化验 一些结果 有时洋人告诉我们也听不太明白 碰到洋人医生的时候 会让他写成有些关键的词词回家写上 我回去以后自己查一些 医疗服务各界人士普遍肯定 这项针对移民和难民群体的医疗指南 但也不会言 如果缺乏政府大力推动和财政支持 最终将难以有所成效 我们在爱德文堂的报道 给大家玩